说人情冷暖 宿世间百胎 这鸡飞狗跳的情景 在家里已经发生过不知多少次 杨玲扶在俩人一起选的枕头上 泪水止不住流淌 儿子跌跌撞撞跑过来 抱住杨玲小腿 妈妈 你别哭了 杨玲内心一酸 眼中热泪 越发汹涌 她抱住自己刚上幼儿园的儿子 回想多年之前 自己到底是怎么瞎了眼 才死心塌地的嫁给白心剑这个凤凰男 刚认识白心剑时 杨玲还是个刚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姑娘 天真浪漫 条件优远 白心剑比她大四岁 是她实习单位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 杨玲在学校见的男孩都幼稚猛撞 第一次见白心剑这种温柔稳重的成熟男人 对方稍微体贴一点 他就沉沦地一发不可收拾 你来我往几回 男未婚 女未嫁 情投意合 发生火花是理所当然的事 杨玲那时候傻 只跟白心剑约会几次 听过几句甜言蜜语 就义无反顾的非君不佳 不顾家里人苦口婆心爽 白心剑不值得托付终身 还责怪父母迂父 年迈的父亲 气得连他的婚礼现场都没有来 白心剑出生在一个贫困县 好多年才出了他这么一个大学生 不知受了多少苦 如今才出人头地 杨玲起初知道丈夫身世时 心中又心疼又自豪 心疼白心剑受的苦 又自豪他那么上进 靠努力在这座大城市立足 这样的男人 父母怎么就能因为 他目前家庭条件不好 而嫌弃他呢 年轻时的杨玲是那么相信真爱 哪怕他的婚姻不被家人祝福 结果新婚一个月后 白心剑这位真爱 以及他妈的奇葩行为 给了他狠狠一巴掌 告诉他什么叫不听父母言 吃亏在野前 白心剑幼年丧父 老母亲独自一人 寒心如苦抚养他长大 杨玲对白母很是敬佩 决心要好好善待 这个未来婆婆 但在婚礼上 第一次见到白母时 却隐隐发觉 她对自己似乎并不友善 迟钝的她 只觉得自己想多了 但事实证明 女人的直觉还是十分准确的 忙了一天 杨玲拖着一身疲惫 下班回到家 看到一个月未见的白母 突然出现在家中 本想叫生婆婆 不料话未说出口 就被她尖声打断 哟 这都几点了 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婆婆坐在家里的沙发上 双腿大摇大摆 夹着茶几 掏了掏耳朵 杨玲是吧 新建平时忙 你也知道 嫁了人 就得有嫁人的样子 这女人啊 家务会儿就得勤快点做 别等我来请你 杨玲目瞪口袋看着她 留下一地刻过的瓜子 扬长而去 一时竟不知做何感想 没等她想明白怎么回事 杨玲就接到丈夫 白新建的电话 先斩后奏 说她妈要来家里 常住一段时间 杨玲不太愿意 婚后自然是二人世界 何况自己父母 也没说要来一起住啊 婆婆刚还给来了个下马威 她心里更是耿着些什么 别向白新建撒娇 不瞒老公 那头白新建 很烦躁地打断她的拒绝 那是我妈 来住一阵子怎么了 听话 我这里还忙 今晚加班 先不跟你说了 杨玲在丈夫那儿受了冷遇 忍不住就想着 让对方开心一点 又觉得 让婆婆住一阵子 好像没什么 自己平时上班 跟婆婆又不常见面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那时候还没意识到 一次退让 就是步步退让 也就是从这一个开始 单纯的杨玲才认清 自己是嫁进一个 什么样的狼窝 白母生性好赌 这次上儿子家 不过是想要讨要赌资罢了 但见了杨玲 像是发现什么新鲜的娱乐 见到就要冷藏热讽几句 让她做这个做那个 每月还定时定点 管她伸手要钱去赌博 杨玲不给 她就只高巧 用手指戳到额头大骂 你的钱还不是我儿子的 养老娘天经地义 杨玲从小在父母那儿 没受过这种委屈 她每回向白心见诉苦 总得到翻来覆去几句回复 我妈养我这么大不容易 你就让她说你两句 老人家脾气就这样 谈到婆婆赌博呢 她就说 不就那几千块钱 输了就算了 咱别计较 乖 就几千块 杨玲冷笑 白心见连给她买个包 都是逢年过节才有的待遇 还是过时的打折款 这会儿倒是舍得花钱了 她算是看清了 这位好丈夫的真面目了 一切以她妈为周心 哪怕她妈都祈祷 她老婆头上药物养威了 只要她妈高兴 她就能一声不吭 可现在知道又有什么用 杨玲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叹了口气 她怀孕了三个月 难不成跟白心见离婚吗 都说母凭子贵 也许生完孩子 事情就会好起来吧 可她万万不会想到 生完孩子后 她的境遇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更加难以忍受 顺利生产完 已经是秋天的事了 当黄玲看到儿子的第一眼 心就被软得一塌糊涂 看到儿子的笑脸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婆婆抱了个西洋红旅行团 早不知道上哪去逍遥快活去了 更别谈照顾孙子了 杨玲的心早就死了 此时倒也落个清静 谁想还没几天好日子 婆婆就急匆匆杀回来 满屋乱长孙子 又要给她唱儿歌 又要给她冲奶粉的 吓得孩子哇哇大哭 杨玲满头雾水 这又是闹哪一出 这一问很快有了答案 没过几天 她就听到婆婆 给她老闺蜜打电话 对对 得看稳点 这可是咱孙子 被那些不清不楚的女人叫唆 长大了 不认我这个奶奶怎么办 杨玲被这无端的指责 气得头昏脑胀 身子抖得说不出话 又见婆婆扯着月嫂 在那旁敲侧击 阴阳怪气 问她一个月薪水多少 果然晚上吃饭的时候 只见白母一阵煽风点火 说杨玲娶月嫂没必要 一个月花那么多钱呢 白母口水横飞 筷子敲得叮当响 杨玲忍无可忍 您这么说太过分了吧 我坐月子不请月嫂 新建又要上班 您来照顾我和孩子 这句话反倒成了靶子似的 白母反唇相机 哟 听听你说的什么话 新建不工作 你们娘俩和西北风去 我不是那个意思 而且我也有工作 您一天到晚赌博的 这是看不起谁呢 好啊 你是看我老了不中用 要骑到我头上作威作福了 白母把碗一摔 汤汁四肩 桌子拍得胖胖响 眼泪像戏法一样流了下来 新建啊 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 欺负起你妈来了 可怜你爸去得早 留下我孤儿寡母 一把年纪还要被人欺负 白母哭得那叫一个老泪横流 白新建赶忙将老母敷到沙发 无微不至地哄着 看着那头母子子笑的样子 杨丽心头涌起一阵无力 她一直在反思 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惹得婆婆如此对待自己 后来她明白了 嫁给白新建 大概就是自己的原罪 结婚多年 已经是不知道第几次 因为婆婆的事情和丈夫争吵了 她怕在枕头上痛哭 却根本改变不了 丈夫的铁石心潮 杨丽日复一日的忍耐 不去离婚多可笑 就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 怎料婆婆连这点念想 也不给她留下 杨丽是排出万难请了保姆的 自己平时上班 也不指望婆婆能帮她召开儿子 这天她加班回家 就发现家里有点不对劲 她隐约听房间 传来儿子的哭声 保姆不知所踪 婆婆坐在沙发上东张西望 神情很不自然 杨丽赶忙推进房间 只见儿子躺在床上 周身通红出汗 哭得满脸湿泪 一见到杨丽 就哭着喊着叫妈妈 宝宝怎么了 杨丽心疼得无可复加 她伸手摸上儿子的额头 好烫 这是高烧了 杨丽慌得六身无主 小孩高烧可大可小 她赶紧打了急救电话 却叫后进来的婆婆一把夺去 就是发烧了 小事 喝了水盖上被子 躺一会儿就好了 婆婆轻描淡写 打什么电话 真是的 浪费钱 亲生孙子高烧不止 眼前这个女人 既然能这么无动于衷 她还是人吗 简直禽兽不如 杨丽双眼通红 已经不想再忍耐了 她猛得从婆婆手里 躲回手机 拨通急救电话 内心祈求儿子 千万不要有事 一阵兵荒马乱后 急诊医生告诉杨丽 孩子没事了 杨丽松了一口气 此时白心剑匆匆赶来 白母一见到白心剑 像找了个什么佛祖似的 嘴碎得不停告状 一会儿说杨丽对她恶言恶语 一会儿又说不就是发烧吗 花这么多钱 言谈举止都在暗示 医生都是在坑蒙拐骗 暗示杨丽大惊小怪 乱花钱败家媳妇 她甚至突发奇想提了一句 我看哪 这孩子一人一半 这医药费 你和杨丽干脆AA得了 似乎是因为 这心学的词沾沾自喜 她像提了什么慈善建议似的 笑了起来 坐在一旁不出声的杨丽 站起身来 以训练不及掩耳之时 猝不齐防地 扇了白母一个巴掌 白心剑表情一致 正要发作 杨丽上前两步 买一送一 也赏了她一个耳光 这母子二人像是没想到 杨丽兔子急了会咬人一样 愣在原地 还是白母反应快 张嘴正准备好呢 杨丽便开口了 白心剑 我们离婚吧 这种婚姻我要不起 你听好了 孩子我是一定要争的 咱们法院见 从前的杨丽一直在忍 她觉得让婆婆 来家里住一会儿没什么 反正她很快就会走了 可是她没有 她那时认为 婆婆对自己冷言冷语没什么 生完孩子之后就会好了 可是后来没有 她从前也曾觉得 丈夫白心剑的心哪怕再偏 总归还是知道 老婆是自己老婆 孩子是自己孩子的 可是后来也没有 她从前总想着 为了孩子忍耐 如今同样是为了孩子 她却不敢再继续忍耐了 她不敢想 孩子在这样环境下长大 究竟会变成怎样 或许比家庭不完整更加可怕 她不敢赌 她现在 不会再自欺欺忍下去了 婚姻的和谐与否 从来不是靠忍耐出来的 她已经不会再像 从前那样错误的想法 给予任何机会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